据香港媒体报道,张博之被向华强夫妇炮轰拍摄3D风神榜时,未到场及工作态度欠佳,决定将他踢出电影圈且永不录用。 张博之事后发声明指是双方理解上的误会,但向泰陈兰不接受,强调绝非误会,说自己已被伤透心。 向泰连日来在微博透露被水军攻击,日前他在微博提起张博之,博之请别再任性了,不要只做表面上功夫,说什么误会的还是一家人的鬼话,私下却找这么多水军乌言会语的攻击我,千万别是用我过年给你的60万红包钱来买水军呢,如果是你的粉丝是不会这样骂我的,我们没有对不起你,何必如此呢? 而张博之面对负面批评,心情却未受太大影响,有网友分享张博之最新照片,见他在新加坡一间餐厅品尝甜品,露出甜美笑容。